回到新闻现场来关注防疫保单争议 虽然有政府单位强势介入 但还没完全平息 针对亲政居家照护的理赔认定 金管会跟卫福部意见分歧 金管会日前拍板居家照护如果未用药 保险公司可以不给付住院日额理赔 但卫福部认为这与法规定义的医疗行为不同 指挥官陈时中就解释 开药不是唯一的医疗行为 对此金管会主委黄天目表示 金管会没有拍板这项规定 但要不要理赔 还是由保险公司来决定 防疫保单争议立委劈头就质疑 金管会跟卫福部联系断了线 让民众理赔无门 金管会近日拍板请证居家照护用药材的理赔 让卫福部不满 金管会以单一医疗行为作为判断依据 跳过卫福部没先来讨论 早上我们也跟卫福部的先进有说明 医疗行为本来就是卫福部去决定的 金管会不会月主代包去决定什么是医疗行为 并不是说金管会就拍板定案说 说用药材是医疗行为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认知上有些不完全相同 双方认知不同的就是用药是否能当作医疗行为 唯一判断标准 卫福部长陈时中给答案 开药是医疗行为其中的一种而已 问诊 提供相关的意见 这些诊断 这些都是医疗行为 如果在家里也有类似的医疗行为的话 德云给予理赔 有什么样的行为算是医疗行为 那这个是由工会去做决定的 医疗行为认定分歧 而且理赔与否最终还是交由保险公司决定 五一用埋下导火线 谢谢旅行们五香三台北报道